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现阶段到底还可不可以来做多呢 那么如果说现在做多的话 我们又要买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才能够再一路的一个开心大转下去 来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整体的一个行情 从过去到现在以来 我一直跟大家说过 就是做多并没有改变 并且你可以看到控盘指标 这是加权指数 控盘指标仍然是持续翻红 并没有改变 而且指数也没有什么 跌破短线关键价转弱 所以纵使在3月10号 因为市场上的一个恐慌 一度下杀来到9562点 当时候在上上礼拜五的时候 相信如果说你有锁定我们节目 或者是我们9-end 这么多的一个粉丝好友们 我相信你都可以帮老师做见证 当天杀下来很多的专家在停损股票 很多的专家在卖股票的一个时候 我确实告诉大家 这个时候就是最棒最棒进场的机会 因为仍然会有许许多多的一个好股票 持续的一个活蹦乱跳 果不其然 从上上礼拜 上上礼拜3月10号 来到9562点之后 然后大涨上来 到今天再创9976点为止 已经又大涨414点了 大涨400多点了 那么在大涨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可以看到法人心态 还是持续偏多不变 所以后世的一个看法 一样还是看多 但是看多到底要怎么样来买呢 当然要能够买对的股票 那么什么样才叫做对的股票 来 你要把笔跟纸把它准备好 我相信我们在节目上 我们是希望 大家在开心赚钱的时候 也能够学到一些的一个技巧跟诀窍 这个就是你今天你收看老师节目 最大的一个好处 所以我常说主公股 我选股概念 它必须要符合三大的一个趋势 第一个 就是要符合领先趋势做上涨 主公股它一定会领先趋势做上涨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过去我们 跟大家分享的雅电 或者是新剧科 这是领先趋势做上涨 第二个主公股会配合现行的一个要求 也就是说从筹码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它必须要符合现行的要求 第三个就是主公股会符合行情的意义 那什么叫做行情的意义 就像在今年大家跟你讲什么 iPhone 8大变革 iPhone 8大变革最大收费股会是谁 第一个一定是先设备 所以我们锁定什么 锁定冬结 还有什么上游原物料 所以我们锁定什么锁定雅电 那你可以看到这两档的一个股票 被我们锁定之后不都说就是大涨上来 再来就是现阶段的一个怎样 双镜头的一个体材 股王当然是首屈一直就是股王大力光 但是大力光好贵 很多人买不下手 这个时候我们锁定什么 薰剧科 那你可以看到薰剧科不过才短短几天的时间就大涨多少 超过四成 超过四成 所以到底要怎么样来挑选股票 那这三点我会必把它牢牢记住 比如说 像大同符不符合这样的要件 不符合 很清楚你可以看到 出现阴圈吞噬 拉上来又多沙盘 我之前我都跟他说过了 那沙又多沙盘 你可以看到 伴随着一个怎样 法人心态偏空 果然一路的一个怎样震荡走跌下来 所以好多人 在过去没有赚到大同的钱 然后看到大同拉回可能会去抢一下 大同拉回可能会去抢一下 结果怎么样 一路的一个拼命的一个走低 这样不知不觉就跌到多少 45% 那到目前为止他还是处于空方趋势 如果手上你有这样的一个股票 你还是要小心 如果你不晓得怎么来操作 你来找我 我来帮你 那么包括同事 也是我过去跟他说过的 破线起跌的一个股票 那么这种股票 他只跌气急还没浮现之前 那像这样的一个股票 你基本上 你就不能够怎么样 随意盲目去做强劲的动作 你可以看到 从高档这样一路撒下来 不知不觉就跌到多少 110块 110块是多少 一张11万 10张就是110万 哇 这个很吓人 所以投在股票投资上 你真的 真的 一定要什么 一定要随时 要提防留意 那像破线部的一个富桥 也是啊 过去好多人跟你讲嘛 哇 大涨上来 哇 再创新高 好多人跳进去啊 那现在这些的一个专家 看到富桥的一个下跌 现在应该都不会跟你讲了嘛 对不对 好像当作没有一回事一样 但是你可以看到之前出现长黑吞噬的一个时候 我也跟大家说过了 法人心态开始偏空了 那么这个时候法人心态偏空攻击力道又不足 你可以看到不知不觉这样跌掉了17.8%也将近两成 如果你手上有这些的一个弱势股 那么你不晓得怎么处理 来你来找我老师来帮你 那么到底现阶段 我们可以锁定 可以锁定哪些的一个股票 那我想在过去我们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股票 包括什么 包括雅电 那今天全数获利了结了 全数获利了结了 那这样一段都有超过多少 都有超过七成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操作就是这么的一个犀利 我们的一个操作跟别人不一样 有的人可能叫你去买底部的股票 在那边慢慢报 但是报到什么天荒地老 报三个月报半年报一年会不会涨都还不晓得 但是我们今天来到股票市场上的目的是什么 我想每个人都希望能够快速掌握获利赚钱的一个机会 那么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怎么样 才能够怎么样在股票市场上能够迅速获利 第一个你一定要买到对的股票 第二个你一定要你的操作一定要够灵活 所以你可以看到雅电这样超过七成 那么包含新巨科我们还是稳稳报开新赚 从38块开始做介入 这样也大涨多少大涨四成 昨天我也跟他说过 昨天杀铁亭好多人又在怎么样打落水狗 但是那是看不懂的人才会说外行话 但是你可以看到就像过去雅电这样杀下来 好多人打落水狗 结果怎么样再创新高 同样的一个新巨科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然后再来环球金 我们昨天获利出一半之后 另外一半稳稳报 持续的一个开新赚 那么紧接着伯瀚今天怎么样 开新获利出一半 这样也不错啦 也有13%啦 包含的一个冬结 我们今天也是出一半 另一半稳稳报 这样也有多少 也有15% 包含的一个合金 合金 那后面还有怎么样 还有上涨的一个空间可以来做期待 以及送给大家的一个村园 那今天拉回 不用紧张 因为法人心态还是怎么样 还是偏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 老师的一个操作 我们都是怎样 有进有出 我常说有买有卖 才是增获利啦 股票不用太多 你会发现啦 我们的一个股票 低档买进去之后 拉上来 我们红高 就会开始怎么样 会是情况 逐步来做一个欢喜收割 不会说你今天加入我们的会员 你要帮什么 帮旧会员来做抬教 老师绝不干这种事 我们要带大家的来市场上 就是要能够怎么样 买的安心抱的放心 能够赚的开开心心 这就是你参加 我们股市大财宝 最主要的目的 那如果说过去的雅电 新剧科你没有跟上的话 那么现在到底还有哪些的一个股票 是你接下来非赚不可 绝对不可再错过的体材主流呢 有两档 有两档 那这两档我希望 这两档都是整理完 相对都在底部刚要起涨的一个股票 那如果说过去老师跟他分享的股票 标股一档接一档 少折三成五成甚至八成 这样让你让大家可以持续开心大赚 如果这些的股票你过去你没有跟上 那我希望从现在开始 你要能够比别人早一步 坐在轿子上 不要说我们在推出的股票 后面拉上去的时候 你只要说老师我没带油 还要怎样 这样就很可笑了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档 重庄出奇的龙骑士 为什么我叫龙骑士 那这一档股票也是在二十块出头而已 有价有量 你放心老师给大家股票一定有价有量 那这一档股票去年估多少 1.9元 1.9元 大大超过前年一元左右的获利水准 这种年增多少 年增将近九成 而且他转投资持有互动49.14% 持股成本非常低 如果以互动现在的一个股价 47块多来算的话 目前美股潜在贡献大约是4块 而且互动今年要配3块的现金 那殖利率大约7% 所以会带给他这一档非常可观的一个这样收益 所以你会发现 老师帮他挑选的股票 一定是第一个先有本质 但是有本质还不够 还要什么 还要有法人买 还要有法人买 要法人心态的一个偏多 法人心态偏多 那更漂亮 当然今天空气力到1.18 早盘杀下来就是最好的机会 杀下来拉下引线上去 当然不啰嗦就是要出手 法人心态偏多 才刚刚要怎么样 才刚刚要启动而已 想跟上就要赶快 那么第二档重装七级 我把它叫做亚洲巨龙 亚洲巨人 为什么 一样去年的获利 比前年大增1.8倍 为9年来的新高 他也取得台积电 还有中心半导体 申俊 这些的一个这样产物的清订单 那今年营收跟获利 还可以持续来续创新高 可以来做期待 而且转投资公司在上海 已经挂牌上市 截至目前为止 折合美股贡献超过72块 那你可以看到 现在这档股票三十几块 他未来在什么 上海A股这档可以贡献超过72块 现在股价 大约差不多在他的一半左右 而且今年的获利又可以成长 更漂亮的是什么 法人心态偏多 所以你会发现 老师跟他介绍股票 不是今天说涨停板才告诉大家 今天什么 今天才刚刚怎么样 洗盘 洗盘非常漂亮 你可以看到为什么 在洗盘的时候 很多人在洗盘的时候 反而不敢买 但是在洗盘的时候 我们就是怎么样 我们的一个会员就很开心 就很开心 那这个就像什么 就像当时候的一个 亚电电力十足一样 你可以看到亚电 当时候的一个电力十足 当时候在这个地方 在做震盪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当时2月23号 控盘指标翻红 这个时候 在做洗盘 很多人都说 哎呦这个阴线吞噬 那是看不懂的人 才会跟你讲阴线吞噬 它有没有量 没有量啊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叫做我要攻击 因为有效攻击讯号出来了 有效攻击讯号出来 代表我要怎么样 我要上攻 我要上攻 结果你可以看到2月23号 亚电 软体用户 包括会员 都可以帮老师做见证 以及9end 这么多好几百位 好几千位 这些的一个粉丝 我相信 大家也都看到了 大家也都可以帮老师按个赞 帮老师做见证 你可以看到 这一档的一个亚电 后来这样连标四根掌停板 连标四根掌停板之后 然后怎么样 然后是跟掌停板过后 然后杀下来 几乎杀到点停板 几乎杀到点停板的时候 很多人就说完蛋完蛋了 但是看不懂的人 才会告诉你完蛋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 当时我也跟他说过 他必然还会有怎么样 在座驾再创新高的一个机会 果不然其然后面再创新高 来到17块半 从10块1毛5到17块半 我们今天 在盘中的时候 不是杀到 杀下来才卖哦 今天差不多在这个地方17块的时候 在盘中的时候我们就怎样 全数欢喜收割 这样多少 七成 七成 如果说有一档股票 能够让你开心赚进七成 别说七成啦 港口成你买吗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举双手 老师我要 我可以告诉你 现在就是最好的机会 尤其现在的指数已经即将到万点了 万点 就是看什么 就是凭实力了 绝对不是什么 像过去有其他老师 哇乱碎灰标或许会射中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乱碎灰标的一个时代了 现在一定要有专业的实力 跟专业的本事 要不然买错股票 那个杀下来 有时候是很恐怖的 所以现阶段到底要怎么样 来掌握呢 我想兴趣科你也见证到了 所以我想 在上个礼拜 工商时报 我们工商时报 上礼拜再度夺冠 第四栋再度夺冠 其中兴趣科 绩效28.42 这个是单周五天而已 那我们兴趣科已经超过四成 已经超过四成 我相信我们的一个操作 大家都有目共睹 所以各位今天的投资朋友 如果说你想比别人早一步 坐在教职上 领先别人一步 掌握四胜获利的机会 来 正创初级的一个龙骑士 以及这一档亚洲巨人 我希望 你就能够跟上脚步 你今天加入 我不仅给你一个 粉丝独享的一个大优惠 不仅给你这样的一个大优惠 那这个优惠是机会 非常非常的一个难得 并且 明天 有行我的买点 我会带你来逮切路 我会带你来 就像过去的一个雅电 过去的一个兴趣科 这样买进之后 就能够up up 这样开心的一个赚上来 如果说你有想要同步掌握 第一手标股的一个粉丝好友们 那么这个机会 你务必务必 真的要好好来做一个把握 这么难得的一个大好机会 到底有多大的一个优惠 相信也欢迎大家 可以跟我们线上的一个理专人员 来做一个询问的一个动作 最后祝大家获利满满 满满幸福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拜拜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